Hi 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LG新推出的A9无线湿托吸尘器 如果你家里原本就已经有一台A9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单购这个湿托的吸头 它是可以同时吸地跟托地一次完成的 但它前方在吸地的同时 后面的抹布也会一直帮你擦地板 所以等于是这个吸头就可以一次帮你完成所有的打扫 你甚至不需要去换别的吸头 水箱也是直接在这个上面的 我觉得一次的水量还蛮足够的 就是可以让你打扫完你的房间 它清洁的部分也是超级简单 当你整个房间打扫完之后呢 你只要把它撕下来 然后把你的这一块小抹布拿去洗就可以了 因为很多人家里可能都跟我一样是用那种旧的海绵托把 等我每一次想托地的时候 我的海绵托把早就已经硬掉了 再来这个吃拖吸头它还有一个智慧供水系统 它总共有三种模式 最少的8秒出水一次 中间的暂停出水跟6秒出水一次 你可以去控制它的出水量 它会从你的水箱一直出水下来 所以等于你在托地的时候 你不需要一直重复的去浸湿你的托把 那真的超级麻烦 其实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啊 或是一些可能免疫力比较低的人 你也可以在托地的同时噴一些酒精在地板上 随时保持清洁啊 可能居家环境的整洁或者是清洗手 都比戴口罩还更来的重要 可是要注意不可以加水箱里面哦 这样就等于你干吸湿脱跟除菌就一次完成 上面这些东西气旋这里 这个都是可以拆下来清洗的 你的机身盒 这个也是可以拔下来清洗的 AGE的吸头其实真的蛮多种 我觉得它也算在蛮实用的范围内 它这个除尘盘机可以直接去排感你的床垫啊 或是枕头 尤其是因为我家里又有养毛 所以我们家的那种层盘真的是 有时候你可能两三天不吸床单 你就会觉得你可能身体痒痒的 那这个床垫吸头呢 就是它就跟刚刚那个除尘盘不太一样 红色的这个就可以把你的头发啊 毛屑啊什么的挂起来 然后再从这边吸进去 这个吸头也是我觉得很实用的一个吸头 地板吸头我一般还是会卡着这个 就是这一根伸缩感 然后这个伸缩感也是可以调成很多段式的 就是你可以依照你自己的身高 或者是你自己习惯的方式去使用 它是超级不卡头发的那种 如果你担心的话 它这个也是可以另外拆下来随随的 然后再次拿来吸地毯的效果就也很好 再来扁平行的刷头有这两个 不管是沙发缝啊 或是你要把它当车用吸尘器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超级方便 你就可以很容易吸到一些沙发的边边角角啊 或是那个车子坐垫的那个中间 那个超级难吸的那个地方 就是用这个 这个也是可以调节的哦 它是头这边可以调 然后下面这里又可以再调一次 这个我就会拿来吸窗钩 因为它这边还有附这个小刷毛 再来另外两只 这两只也是稍微比较像一点 就是都是刷毛的吸头 这一支是3C用品也可以用的哦 像是荧幕啊 键盘主机什么的 然后它的吸口比较大 你就可以拿清那种大面积的灰尘 总之这个LG它有附很多种吸头 让你应付各种你需要打扫的场合 然后再来还有一只比较特别的是这一只 这是小软管之好用 你有时候可能会吸到一些比较莫名其妙的地方 假设你今天要清那些比较高的地方 你有这个软管的时候 你这台就完全可以不需要举那么高 车用这个也超方便 然后另一手就可以去吸各种 再来就是它的立架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吸尘器有送超级多的吸头 你完全不知道要收在哪里 等到你真的想用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它去哪里了 LG这个收纳立架 它除了可以同时充电两颗电池之外 你可以在立架上面放大概两到三种 你比较常用的吸头 你更换起来是非常方便的 这一次主要真的是想要跟你们分享 这个湿坨吸头啦 这个是我真的觉得超级喜欢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真的太讨厌海绵拖把了 好了 然后再加上最近可能防疫的事情 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就还是希望大家多多注意自己的周遭环境 到底是不是真的有清洁干净 今天的分享影片就到这边 希望你们会喜欢 拜拜